什么 好你个猪虫吧 我还没死呢 你就叫彪儿披麻戴孝 这不是纯心咒我吗 彪儿 以后不得让九江为帅 是 父皇 方小子 我大明和高丽一战 结果将到底如何 历史上我大明不仅会胜 而且是兵不血刃的大胜 兵不血刃 恩公 你是说高丽会投降 没错 高丽会不战而降 方小子 高丽来势汹汹 倾国而出 结果两军还没有打 就投降了 这是搞啥呀 其实道理很简单 有天时 地利 人和三个原因 所谓天时 也就是外部环境 我总结为四不可 以小蜜大 一不可 下月发兵 二不可 举国远征 窝城其须 三不可 十方属语 功努交解 大军吉义 四不可 随后方小宝结合历史与众人 终于拟定了 讨伐高丽的方略 这时崇宁公主走了进来 三丫头 你不在后宫待着 跑到这里作甚 回父皇 经过恩公药物治疗 母后身体已经大为好转 听闻恩公在御书房议室 特意命我来请恩公赴宴 以谢恩公的救命之音 这样啊 那就去吧 侄子拜见姑姑 侄子先行告退了 等等 母后知道 大表哥和表直也来了 让我一起叫你们吃饭 都是自家人 还客气什么 这吧 走走走 一起去 防恩公 本公从小吃惯了粗粮 那些鱼翅熊掌什么的 反倒吃不惯 这次让恩公迁就本公 还望你不要见怪 娘娘严重了 鱼翅熊掌也就吃了得稀罕 论营养组成的话 和猪肉 鱼肉 没有什么两样 而且 娘娘身体刚刚恢复 饮食还是要以清淡为主 虽然要补充肉类 但是也不宜过多 适量就行 马娘娘态度谦和 没有半点母一天下的围仪 反而更像是冬日里的暖阳 让人感到温暖 不由地放松下来 怪不得猪老板这个大杀心 在饭魂的时候 只有马娘娘才值得住 光是这种气度 就让人不由地心生好感 自己救了马娘娘一命 以马娘娘的性格 只要她还活着 自己就绝对没事 另外 娘娘你的病 在我们那个世界 十分常见 草民也当不起恩公两个字 娘娘 你就叫我小方吧 这怎么能行 恩公就是恩公 就算这个费病在后世 再怎么好治 放在大明 也让太医们束手无策 不过既然恩公 你听着别念 那本公以后 叫你小方恩公如何 嗯 也行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这个世界 那个世界 后世前世的 方先生不就是精通医术 为补先知的世外高人吗 怎么又扯到这儿去了 四殿下 这方先生到底什么来头 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 表兄你有所不知 方小宝不是什么神仙 也不是什么先知 他是从六百年后 穿越过来的华夏人 这个世尔算是大明的最高机密 父皇本来不让我们对外泄露 不过表哥你是自家人 和你说也不算违背圣意 什么 从后世而来的穿越者 这对于大明王朝的意义 简直是无可比拟 王小了说 可以改变众人的命运 网大了说 甚至可以延续王朝的气运 一言一行 就能给无数人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怪不得从上位到几位王也 都对方先生敬礼有价 原来原因在这里啊 啊这 如果方先生真是穿越者 那岂不是说 我真就是大明的赵阔和马苏 救命啊 我真不想当这个大明头号战神啊 小方恩公 本公听三丫头说 彪儿以后得的病和我一样 只不过是患病位置不同 这是不是真的 确实是这样的 不论是娘娘的肺炎 还是太子殿下的备拥 从病理上看 完全一致 既然如此 那小方恩公所赐的神药 并然对彪儿也管用了 本公这里还剩了几粒 那我就不吃了 给彪儿留着 等他以后用 娘娘不必如此 一来 你身体还在恢复期 还需要继续吃药巩固一下 二来 这个药也是有保质期的 十年之后 这个药早就没有药效了 所以还是你吃了比较好 是啊母后 再说 恩公已经开始培养天然青梅素 不出几年 并会获得成功 既然如此 那本公就放心了 不过在养病这段时间 本公也常听太医 念叨什么 怒伤肝 悲伤肺 恐伤肾这类的话 为娘觉得 你背上声拥 可能和心情有些关系 你以后要放宽心 切莫想东想西 她最怕那的 谢母后 儿臣以后 一定会多多注意的 妹子你说什么呢 雕儿乃我大名储君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她会怕什么 谁又会敢给她气受 你这么说 纯粹就是多余 哼 你以为我这是 和谁说呀 我就是和你说的 你这脾气上来了 就不管不顾的 能饶得过谁 我可是知道 彪儿平时 可没少挨你训斥 她要是在得什么病 那就纯粹是你气的 行了行了 你就少唠叨两句吧 咱什么时候好过彪儿 你以为彪儿是老四和方小子啊 你们两口子半嘴 关我啥事 好端端的 朱老板你拉出我干嘛 是不是觉得我年纪小好欺负 正好你让亲王 晋王 李善长 和汤和 找我麻烦的事 我还没和你算账呢 这回就一起算了吧 咳咳 陛下 不是我多嘴 可是 你真的没有少吼太子 方小子 你胡说八道 咱什么时候吼过太子 你举个例子 只要你说得出来 咱立马给你赔礼道歉 奥容我想想啊 史书记载 红武七年 孙贵妃去世 红武七年啊 咱想起来了 那一年孙贵妃去世 朕非常伤心 完了 没有了 红武七年 自己回凤阳 给公公婆婆扫墓上香 在回来的路上 才听说孙贵妃去世的消息 并令人将临安公主 和淮沁公主 接入昆宁宫 亲自照看 难道这里面 还有什么 自己不知道的隐情 陛下你这说的不对吧 史书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当时这件事闹得很大 按照史书记载 孙贵妃去世以后 陛下你非常伤心 不仅下令 宫中处处挂孝 甚至还让太子 那个方小子 七八年前的事了 咱们说这个干嘛 是啊 恩公 贵妃过世 父皇确实有些伤心 让宫中挂孝也是应当的 恩公不必多言 什么 宫中挂孝 自己怎么完全不知道 挂孝也没什么 可这里面还有彪儿什么事 慢着 小方恩公 你接着说 陛下让彪儿怎么了 好嘞 娘娘 那我就说了 孙贵妃过世 陛下忧伤过度 不仅下令 宫中各处挂孝 还因为孙贵妃无子 所以让太子 皮麻戴孝 给孙贵妃付丧 太子与娘娘尚且健在 自己付丧有为 孝道拒绝 结果陛下 陛下勃然大怒 当着朝中大臣 对太子破口大骂 圣怒之下 甚至还拔出宝剑 追杀太子 要不是老四 紧紧抱住了陛下 指不定太子殿下 就血剑当场了 什么 好你个猪虫吧 我还没死呢 你就叫彪儿 披麻戴孝 这不是纯心咒我吗 披麻戴孝